小西蒙的右手内侧出现肿瘤 之后他就一直在与病魔做斗争 在经历了三次肿瘤切割手术之后 一直在与病魔做斗争的小西蒙 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热爱的体育事业 直到后来发现又只用一只手 就可以进行的体育活动 那就是肌腱 从那之后 西蒙便选择了肌腱这条道路 由于右手的病变 这使得西蒙在训练时需要付出 比其他普通选手更多的努力 吹洒更多的汗水 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正是由于这样坚持不懈的努力 西蒙在各项体育赛事上 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并且逐渐崭露头角 最终被选拔参加本次 光州世界大学生训练 因为我13岁 我肩膀在我的肩膀 这意味着我不能做 我的最爱的游戏 像是游戏和游戏 我因为这种感觉很悲 我的学生认识了我 我应该开始游戏 因为我只能跟我的左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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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我刚才在这个游戏上 我真的太喜欢它 所以从那之前 我一直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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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现在发现了症状吗? 對,他們說我瘋了患者當時我19年紀 對不起? 你的家庭長了嗎? 對,你的家庭長了嗎? 對,對,我生在台灣 但我的父母…我不確定是發生的 但我當時很幼稚 當時我很幼稚 但在6月份後我的父母從 Australia 我加入了之後 我生在我濟發生了 所以我生在陽港澳洲 對嗎 你呢? 我的牽 comp時,我主要是 昨天,我曾經的組合 兩組的組合合合合共產生 在澳大利亚中有两天的时间 你怎么说的数据? 澳大利亚中,我们只在澳大利亚中有两个年轻轻的经济 可能在两个年轻轻的经济 所以我们这就是一个竞争的竞争 一直在和病魔作斗争,不断挑战自己的运动员西蒙 正在实现着大运会的真正价值 观众朋友们,您觉得呢? 本次大运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原本在运动员们夺得金牌之后,总是会坐放国歌的 但是本次大运会取而代之的是演奏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国际赞歌 男子跳马颁奖仪式正在竞亭之中 中国选手曾与问鼎男子跳马冠军 两名乌克兰选手各自摘得银牌和铜牌 不一会,本音奏唱摘得金牌的中国国歌 取而代之的是奏响了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国际赞歌 这就是大运会作为地球村大学生庆典的独特之处 和成绩之上的奥运会、亚运会不同的是 大运会是超越国际和理念 宗教和文化的地球村年轻人们的交流盛会 并含着这样的寓意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国际赞歌 年轻人之歌就代替了国歌进行演奏 我们希望这种跨越竞争 只在全世界融合的寓意 能在全世界奏响 在大运会的公园里正在进行着多种多样的文化体验活动 据说就有一个宣传IT大运会的奇特ICT体验馆 本次的光州大运会的目标是IT大运会 及信息技术大运会 鉴于此 以构建了能够通畅进行有线无线通信的各种信息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 同时 主要比赛场馆前的市场街 也设置了许多展现韩国的信息通信技术实力的场馆 市民们对三星电子提供的电子设备反响非常强烈 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演示之下 只用一个手机 同化树里的人物登场之后 就可以控制整个房间的电源开关 市民们对此觉得十分新鲜 我们都叫汇好了 我们那是汇好了 我们红尼系尘技术理所 公 decentral있는技术的 また雷晴 像是汇好了 市民们还可以体验智能足球场 未来世界旅行体验设施 LT气球 无人汽车的4D骑行等ICT技术 基础11个服务 除此之外 KICT体验馆 SK等国内IT企业 在大运会赛场多处设置的体验场馆也非常的多 本次大运会 为了不偏离信息技术大运会的目标 让全世界大学生运动员们 了解了韩国的尖端信息通信技术 也让市民们可以亲自体验到未来高科技 这便是最为难得的一点 昨天 艺术体操精灵孙岩在 在结束了俄罗斯的特训之后 经由仁川机场回到韩国 各大媒体聚集在机场 准备第一时间采访的这位美女选手 孙岩在表示 非常感谢一直以来大家的关心和期待 并且一定不会让广大支持者们失望 本次大学生运动会 不仅是年轻人们的庆典 也是属于大家的舞台 无论您是观众或是参赛选手 都希望您能沉浸在体育的魅力之中 以上就是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